离农历2022年大年初一仅剩下数天的时间 这意味着观众很快就能在影院里迎来一批 喝碎当国产电影 别说 灯塔平台刚刚正式官宣 2022年春节当电影的预售总票房破译 而预售票房排行榜单也一并得到公开 如下 通过相关数据可知 目前位列2022年春节当电影票房 预售排名前五的影片分别是 1.长津湖之水门桥2.奇迹奔小孩3.四海4 这个杀手不太冷静舞狙击手其中 名列榜首的长津湖之水门桥 无疑是最受观众期待的电影 而从预售票房来看 这部电影成为2022春节当 最卖座电影已逝必然 实际上 此前水门桥就连续创下诸多记录 包括春节当期间微博热度第一 微信热度第一等 要说吃瓜群众真正好奇的是 水门桥的前传长津湖 已凭借着超过57亿的票房 刷新了国内影史票房记录 所以我们很期待 水门桥能否刷新长津湖的记录 当然 水门桥并非没有短板 其一 本片的时长是众多春节当电影里 时长最长的一部电影 约有2.5小时 而观众普遍能够接受的电影 时长一般为2小时 其二 水门桥是一部战争电影 而众所周知 春节当期间 温情片和喜剧片更受观众热捧 至于排行榜剩余的四部电影 则是各有各的独特看点 奇迹笨小孩由文木也指导 易烊千玺领衔主演 本片作为一部走温情路线的写实题材喜剧片 其最大看点当属导演文木也 他推出的 我不是要神是公认的票房口碑双丰收加片 所以观众很期待他能将 奇迹笨小孩打造成又一部经典 演员方面 主演易烊千玺在近些年来 已经通过《长津湖送你一朵小红花》等片 证明了自己的演技 属于认可度颇高的新生代演员 总体而言 奇迹笨小孩的票房号召力还是蛮足的 四海则是寒寒记 后会无期 乘风破浪 以及飞驰人生之后 又一部由他本人指导的电影 本片的剧情 主要围绕着摩托车特技车手 无人药 刘浩然 是同父亲无人疼 沈腾 是展开 仅通过这番剧情描述来看 本片的剧情另一同 飞驰人生颇为类似 附带说一句 四海的演员阵容堪称豪华 除了前文提及的刘浩然和沈腾 还有影证 刘浩然等熟面孔 再就是如黄小明 陈小春 万子良 冯绍峰等大开影星的参演 至于这个杀手不太冷静 是一部改编自日本电影 魔幻时刻的喜剧电影 本片的主演是两位开心麻花团队成员 玛丽与卫祥 别说 在最近这几年里 国内观众早已经习惯了春节当喜剧电影 必有开心麻花团队的作品 而这个杀手不太冷静 无疑就满足了这方面的需求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 本片里沈腾仅仅只是客串出演 也就是该片的含腾量很低 而此前开心麻花团队的 礼貌伴太子 再一次证明开心麻花电影含腾量的重要性 所以小新个人建议 最好不要对本片抱有太高预期 话说回来 其实沈腾主演的超能一家人员计划 在2022年春节当期间播出 但在2022年1月初 官方以后期工作未完成为由 临时选择改当 最后就是张艺谋妇女联合指导的狙击手 本片同水门桥的题材基本一致 要说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 水门桥属于宏大叙事 而狙击手侧重展现一小群士兵 在战争中的际遇 狙击手的主演是陈永胜张宇等人 张艺特别参演 除了上述五部电影 另有几部国产动画电影 如《启阳阳与灰太郎之宽出未来》 雄出莫之重返地球的票房表现 也颇为抢眼 考虑到预售票房很大程度上 直接反映出一部电影的人气 而人气又同电影的正式票房相关 所以据此我们可以预测 水门桥必定会成为 2022年春节当票房冠军 至于亚军和继军将会在预售票房排行榜的2-5名之中产生 个人比较看好 奇迹笨小孩和四海 话说上述几部春节当电影里 你最期待哪一部电影呢 警号春节当预售票房破译警号